外国人在台湾肇事撞死人不赔偿就能驱逐出境 对死者家属怎么会公平 索性法院暂时撤销了驱逐出境令 反观英国商人撞死送报生的案子 林克颖至今还不认罪 家属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不用等嫌返 林克颖竟然趁着海关漏洞 拿别人的护照逃出境 我们的法律出现了漏洞 重伤的陈太太幸存下来 就在听到韩国生张俊豪要被驱逐出境 他和儿子到移民署收容所见他一面 要把他当初写的忏悔信还给他 结果却是这样的局面 他当初在我现在的林前的时候 他会照顾我怎么的弥补我 会像母亲这样的对待我 别人说我们要去找他的时候 我们没有权利去找他 现在幼儿听力受损 腿上双疤还在成了大小脚 走路都得一搏一搏 两个小孩学业一度中断 现在是边打工边完成学业 在媒体立委的监督下 法务部终于喊咖撤销驱逐出境 私人家属向法院递件申请民事强制执行 让撞死人的韩国生继续留在台湾 接受司法审判 因为他民事的部分就是意义强制执行法 就是说他在务不履实 而且恐有逃亡自愈的部分 去做限制出境 事实上两年前 韩国生张俊豪知道闯了大祸 有坦诚犯行 他的母亲也从韩国飞来台湾 承诺赔偿 加起来需赔750万 但讽刺的是 法院调解的和解书 如同废纸 只看到和解的金额 但是没有看到和解的方式 所以 没有 在和解书的内容里面 没有去提及到 对 如何还款的方式 这可能是以后我觉得建议法院的那个部分 就是在签和解书的时候 不是要求双方当事人签的和解就好 应该要把赔偿的方式 跟付款的方式 或是厂丸的方式 应该在和解书上面可以去做序议 韩基生张俊豪 在留置移民署三个月时 答应每个月付死者家属一万块 到付完为止作为赔偿 就交由韩国代表处责富 让他重回自由之声 目前仍然是禁止出境 反观事发警相距一个月的殷商林克颖 酒驾撞死送报生这件案子 林克颖判刑两年半 不但还没执行 他不服判决继续上诉 案子进入二审 因为刑案没确定 导致民事案件家属还无法求偿 令家属痛心的是 林克颖至今还不认罪 林克颖是直到酒驾兆被逮到 法官才查出 他是民国九十年 盗用微软软体逃亡的通气犯 当场被上套到法院父亲五百多万赔偿 我们现在就担心是说 因为说难听一点 我们的法律是真的有漏洞 如果刑事庭已经确定的话 我要打民事庭的这段时间 如果他解除禁管的话 他走掉了 我们民事庭等于是白打了 结果不用等解除禁管 竟然逃过海关的眼睛 堂而皇之出境了 今天两份工作送报和快递的孝子 被撞死之后 皇家至今没有得到林克颖任何赔偿 请问您回答 请问您的高梁